绍兴足迹的小莫反映 去年7月他跟着一位周女士学习养生护理技术 感觉很投缘 可现在因为一件事关系闹僵了 小莫之前做房地产中介 去年离职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周女士 在对方开的养生馆里学技术 小莫说在店里的这六个月 他只领了三个月工资 之后自己也开了一家养生馆 不过跟周女士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两人既像师徒又像姐妹 今年二月份他们一起到海宁去买衣服 他看中了一个那个雕毛大衣 当时他说钱不够 然后他说你帮我付一下吧 那我想毕竟也是师徒关系 又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个东西不可能会赖我的 再更何况我今后遇到困难 可能做案例上面 那肯定也有问题要问他的 再说九千两百块钱 又不是什么大数目 那就也二话不说就帮他去付了 他说晚上给我的 可一直到五月份 小莫说周女士都没有还他店付的钱 因为急需用钱 小莫就在微信上问了对方 结果他来一句 你不是送给我的吗 他说而且他还说一句 徒弟送师傅是应该的 我觉得这句话就挺那个的 我就当时有点吓到了 有点懵了 帮他付的结果变成了送给他的 我有点懵 今年正月里他说要给我买衣服 那他自己去刷的卡 我自己有钱有卡 那现在后来他又问我的要钱了 那既然说是送给我的 我怎么可能给钱呢 所以您觉得是出于什么来帮我杀的 出于什么来帮我杀的 一个他在我这里学技术 因为学技术是 学费是一万多块钱的 我也没收他钱 对吧 那他出于他是一个徒弟 就要给我师父买件衣服了 怎么可能呢 我会自愿送他衣服呢 九千二的衣服啊 平凡老百姓 连父母都没有送过九千二的衣服 他有没有跟他父母送过一万块钱的衣服 我怎么可能送他九千二的衣服呢 周女士提供了当时跟小莫的聊天记录 她说 之前小莫帮他买了一件吊带衫 自己在微信上把钱打给小莫 小莫说衣服的钱不要了 本来是打算买一件贵的 小莫提到当天逛街时 还有一位李女士也在场 记者拨通了那位李女士的电话 这个衣服是小莫主动买给周女士的 还是说周女士让小莫来带刷一下 李女士说自己跟小莫和周女士的关系都很好 这件事上面不方便再说什么 县城几番沟通下来 两人谁都不肯让步 有报红剑记者绍兴朱记报道